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台股開高往上 又創一個波段新高 那盤中震盪往下 當然指標庫 3406的玉金光 盤中亮燈疊停板 帶動了整個盤面上面 那麼一波的修正 當然在這一陣子裡面 我們新推出來 全新的技術分析 或許很多人在過去 學過了K線形態 但是這一陣子我們告訴大家 你要用新的觀念 要用新的做法 去好好的了解 現在的台北股市 跟過去完全不一樣 那麼當然寫完這一本技術分析 在帶領會員操作的時候 會員也得適應 全市長都知道 過去一陣子 我在推出技術分析之前 那我對於盤面上面的看法 該保守的股票 我叫你保守對不對 那進入整個技術型態範圍裡面 你今天可以印證到一件事情 盤面上面找盤是創 波段新高 當然做做的很高興嘛 美股大漲對不對 可是今天做空的也很高興 因為盤中光學股跳水 那一來一回之間 你今天可以印證我們天際K線的威力有多強 你今天如果空到弱勢的股票 我像連漪光今天破底對不對 你可以選擇放空 只要你擁有天際K線 你也可以選擇做多 今天有一檔股票亮燈漲停板 這是我昨天在節目中預告的 周線出現一星二陽的得勝 當然一來一回之間 當你進入量化操作的範圍裡面 不可否認指數創新高 你不能說今天正當壓回 他就變空頭 可是當指數正當壓回 弱勢的股票出現天際K線裡面的空方巴掘 那我也請你不要隨便的加碼攤平 因為我過去這兩三天在告訴你 這件事情很重要 為什麼我要推出全新版的K線型態 因為你不要拿舊的武器 來到新的戰場 過去比較資深的投資朋友 你們面對的是台股漲跌幅7% 可是現在經過的質變 台股的漲跌幅變成10%之後 一根K線的範圍上下誤差有6% 但是我們的交易規則沒有改變 如果你的手中的部位跌了三成 就等於要融資斷頭了 對不對 你要嘛你就補錢 要嘛你就攤平 但是當你面對一個質變的市場 你還在拿你舊的武器 去打仗嗎 當然不是嘛 對不對 所以這陣子股價震盪的這麼劇烈 所以我們在最關鍵的時刻告訴你 因應現在台股的盤勢 你就是量化操作 該翻多你就翻多 該放空你不要手軟 不是嗎 所以當你學完天積K線 各位投資朋友 波段漸轉折 K線一定卸天積 今天3406的郁金光 我相信空方一定會拿起來猛罵 對不對 說不定有炒作 但是如果你純就技術型態上面來看 早就已經出現空方巴掘 所以我講料過 當一個漲勢結束的時候 你去搜尋 你去歸納 一定可以發現 我們天積K線裡面所分類的內容 不管是多方九勢 或是空方巴掘 你的劣勢在哪裡 你的劣勢在於籌碼面跟基本面 你能夠比大股東 能夠比主力 能夠比公司老闆更清楚嗎 沒辦法 但是你擁有優勢 你的靈活你的技術面 可以去補助 你在這一方面操作的不足 所以我強調過 過去我選擇做空 現在我告訴你量化操作 意思都是一樣 股票市場裡面的本質是什麼 就是賺錢嘛 不是嗎 你今天做多光學股背套 你放空得勝背軋 一樣是賠錢 所以同樣的道理 我們這一陣子告訴你 我要用一段時間讓你去驗證 天積K線的威力有多大 釐清 兩次成心破損 跳空直接大漲 對不對 昨天我開牌的連倉 週限一心二陽 轉牆訊號做確認 17.8元 昨天噴出到19.25元 8% 我昨天還告訴你 緊接著是錯過連倉的投資朋友 把握我們獵羊行動的 第一檔出現 三次一心二陽 這檔股票我今天開牌 因為已經鎖起來了 來 這檔股票叫做8048的得勝 你知道嗎 今天台股大震盪 8048的得勝 早上一開牌 攻上去直接亮燈鎖起來 那你問我 徐老師你用你的TGK線 帶你的會員怎麼做 正如同我做連倉一樣 我說一旦轉牆做確認 就是買進 轉牆確認點 這個我有開課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 該怎麼挑 確認點之後轉牆 就是做切入 對不對 今天早上一開盤鎖上去 又是12% 會員手中的多單 亮燈漲停板 手中多單不為暴老 這不就是你想要在今天收到的摳訊嗎 對不對 所以我常要強調一件事情 你學會技術型態 學會天際K線 你不會錯失買點 只要你願意行動 同樣的道理 當你看到 當然我不會叫你去追得勝 我一開牌的股票你不要亂追 你看到他周線往上突破 那該怎麼挑下一檔 你錯過了連倉 你錯過了得勝 你還可以從第一檔轉牆的股票 去尋找準備突破的 這就是我常常強調 在這個盤勢裡面 當然我相信今天會有很多人想要問我 這些股票到底怎麼了 那麼 言歸正傳 如果你手上有這些光學股的 要記得 有多單的投資朋友 我之前講過一句話 我說 你要做多啊 你想做多賺倍數OK 但是你要先學會空方巴掘 你懂得買你要更懂得賣 今天我就再度驗證一次嘛 我說 比如說3406的郁金光 9月11號 911大地震 對不對 震了下來 跌停板 天璣K線出現雙肩並下的訊號 有多單的移速退 不是嗎 後面跳到439 今天呢 3406的郁金光 亮燈跌停板 再破底 425.5 昨天這根紅K也沒有反轉訊號 根本沒有嘛 對不對 所以目前 短空還是掌控在 郁金光的手上 現在他是短空格曲 那由短空變中空 中空變長空 千萬不要 用你的財富 去挑戰天璣K線的反轉訊號 這會傷得很重 所以我們的空單 3441連一光 9月7號出現夜星的形態 對不對 出現夜星就要空 為什麼 因為夜星反彈上來 他都是反壓 61塊3毛錢 反彈上來你就空 結果你知道嗎 今天3441的連一光 正式跌破上升趨勢線 跌破上升趨勢線 跌破上升趨勢線 就只有兩種 要嘛就有盤 要嘛他就跌 那以他的基本面來看 跟他之前炒作的題材來看 我個人的看法是 小心啊 千萬要小心 這就是我的看法 當然就線論線 我相信很多人 最近對於我們的天璣K線 充滿了興趣 那我一開始推出來 到現在你不論驗證多單也好 驗證空單也好 哇怎麼看起來 非常的好用 那你想要在進入實戰的範圍裡面 去真正的運用 我歡迎你 直接拿起你的手機 加入我們的LINE群組 跟FB團隊 更積極的投資朋友 不論是做多也好 做空也好 我都想要由實戰來獲利 那歡迎你 加入我們的列揚行動 就可以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我們下次見 來吧 我們下一個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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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個見面